好 再回到文章中 后面又描述这个平台 The platforms extend to a depth of over 100 feet under the sea 这两个平台深达在海面之下 深达大概100多英尺 因为这个桥必须地级扎的深 风才吹不倒 因为太大太高了 这个extend是延伸 延伸到这样的一个深度 其实就是咱们以前说的深达多少 就是深达 用这个结构表示深达 一定强调这东西特别深了 我说这个深达一寸 这不行 一定特别深 叫extend to a depth of 叫深达多少 咱们以前讲过 这是一个固定的细语 在三册中就出现过多次 17克油 42克再次出现 讲那洞穴的时候 你看196页12行到第13行 看看196页12行到第13行 42克现在洞穴人 他说 The deepest known cave in the world is Goofberger near Grenoble it extends to a depth of 3723 feet 跟本文中异曲同工 已知的洞穴中最深的一个 在地球上的 就是Grenobel附近的Goofberger 这个著名的大洞穴 它深达3723英尺这么深 深达extend to a depth of 表示有多深 这个固定搭配放在一块 可以记住 连续两克中出现 可点是固定用法 当然表示某个东西有多深 还有一些搭配可以跟它替换 也是强的特别深 咱们有个结构叫 Go down to as much as 深达多少 这个结构也行 一直下降到这么深 深达 Go down to as much as 这个结构可以替换 刚才那个extend to a depth of 这个结构 你们先看咱们第四册出现了 第四册的13个 讲开采原油这个乳 四册里面竟是好文章 四册的第13个 The deepest holes of all are made for oil and they go down to as much as 25,000 feet 已知的洞穴里面 最深的洞 就是为开采原油打了这个洞 有多深呢 它们深达25,000英尺这么深 这深达叫go down to as much as 四册里面有更丰富多彩的表达 建议大家学完三册 把四册好好学 否则的话总觉得是 这个半吊子这么感觉 四册确实更上一层楼 说得好 这是深达多少 但是如果表示有多高呢 有多高 我们先总结讲过的 咱们在第三课 讲无名女神 谈到一个stand 后面加个hi 叫有多高 这个它未必是很高很高了 就是有多高 我们看这个22页第15行到第16行 第三课 22页第15行到第16行 she stood three feet high and her hands rested on her hips 这女神雕像有三英尺这么高 并且手搭在臀部上插腰站立 有多高 当然指人的话可以把hi换成tall这个词 I stand 1.8 meters tall 我有1.8米这么高 这也表示有多高 它不一定想的特别高 如果表示高达多少 特别高 高达怎么用呢 别自己瞎编 还是看固定搭配 叫rise to a height 跟刚才那个extend to a depth of 有异曲同工之妙 rise to a height 这也表示高达有多高 这个结构在第十课泰坦尼高达沉默中 咱们说过一次 今天再次又出现了 在本文中78页第12行就出现这句话了 78页第12行 咱们刚才见过 在水平面之上 The towers rise to a height of nearly 700 feet 这两高塔高达700英尺这么高 看到了吧 rise to a height of 这个结构放心使用 谁说他错 谁一定错 咱们也错不了 叫高达 这个结构特别漂亮 总之你看 有多深是延展到了这样的深度 有多高是升到了这么一个高度 深度高度 都用这名词结构 这些精彩表达是我们想起了一个英国著名的诗人 就是伯朗宁夫人爱情诗里的一些片段 伯朗宁夫人在骑马的时候摔了一下 摔成残疾 但最后终于找到自己真爱 写了很多著名的爱情诗篇 她最后死在爱人的怀抱之中 这个我们看到也是非常动人的一个诗歌的片段 咱们看里面他如何描述这爱情 也是深度高度宽度都有了 咱们看这里面是怎么说的 我们就看这个片段 这个诗歌的名字叫 How do I love thee? 我如何来爱你? 这个the注意就是you的意思 这个有点古文中的用法了 因为伯朗宁夫人写十四行诗 是很有名气的 据她的老公说 我觉得你的十四行诗 仅次于沙士比亚写的十四行诗 里面很多古语的用法 在古语中这个你,you呢 主歌叫thou t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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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当代用语中主歌冰歌都是you 对吧 就是我如何来爱你 她说 How do I love thee? Let me count the ways 我如何来爱你呢? 让我一一细数 让我数一数 我是如何爱你有哪些方式 她说 I love thee to the depths and breath and height My soul can reach 她说我爱你到了什么呢? 到了这样一个深度 Breath是宽度吧 这个宽度 还有这样一个高度 什么高度呢? 我的灵魂能够企及的 这个深度高度和这个宽度 我用整个灵魂和企及的这个长度 宽度高度 表示用整个灵魂全部身心都在爱你 说的非常动情 这个本文中的有多深有多高 这个异曲同工之妙 到达了这个高度 这个深度 这个宽度 等等 很有趣 咱们可以同时记住 那么下一句话又说了 This alone took Sixteen months to build 她说单单的 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我们说这个 这个非常非常高 这个这个这个 很很深的这个水下平台 单单这两座platforms 就花费了16个月的时间才建好 水下的平台一年多才建成 这个alone 注意不能发现单独的 孤独的 而是单单是光是这个 不算别的 单是这个 光是这个 这个在生活中用的也是特别多的 尤其放在名次后 你比如说 我说光是这些书 就花了我2000块钱 真不贵的 我别的都不算 咱们这东西都 光是书 就花了2000多 This book so long cost me 2000 元 你看这个alone 跟本文中一起同工之妙 单单是书本身 就花了这么多 放在书的后面 英语中还有个谚语 叫做日久自明 时间会告诉你一切真相 你看这个谚语是这么说的 time alone will tell alone 放在time后面 也是单单时间本身 光是时间 就会告诉你一切真相 日久自明 或者类似这么说 日久见人性 路遥之马力 有这个类似的含义 同样我们再看一个例子 这是美国第三次总统 卡尔文克里芝说过的一句名言里面 也出现这个alone 咱们看这个名句是怎么说的 这句话叫 persistence and determination alone are omnipotent 毅力和决心 单单这两样就是万能的 我们有毅力有决心 就能完成一切任务 当然从逻辑上这个不同 有些任务像涌动机永远去见不成 但这句话当鸡汤喝一喝 还是可以的 心灵鸡汤吧 这真的可以 有些词汇咱们可以读一读 先读第一个词 毅力慢慢来 persistence persistence 再读下决心这个词 determination determination 再读下万能的这个词 omnipotent omnipotent 这叫万能的 原来这个词是指上帝的 上帝不但是omnipotent 而且还是omniscient 既全能又全知 在这全能的 毅力和决心 单单这两样 就是全能的 是万能的 所以看到alone这个词 确实有这么一个用法 单单是光是他 放在名词后 有这么一个用法 咱们把它记住就好了 本文中说 单单这两样 就花了十六月时间去建造 这个take 表示花多长时间 这是第五课 早就讲的知识 花费时间做模式 咱们说了 它的主语不但可以是事物 也能是人 搭配是类似的 take some time 花费了多长时间 如果强调 花费了某人多长时间 也可以在take 后面家的人 如果花费成做模式 也可以叫to do 但是这个人 跟着to do都可以去掉 take some time 花费多长时间 就好了 你想本文中 this long took 60 months to build 这个两个平台 花费了16个月 来去建造 他没有说花费了某人多长时间 后面的人就被省了 但是后面有个to build 就建造这个大平台 用了16个月 好了 我们再举一反三 多看几个例子 比如说在44课里面 204页的15行到第16行 204页的第15行到第16行 他说 Even if you travel in ideal weather Sea journals take a long time 即使你在理想的天气中 旅行航行的话 海上航行也会花费很长的时间 你看take long time 花费多长时间 这个去做干嘛呢 去去做哪个事 海上航行都知道了 我们就不用说了 那个to do被去掉 我们再课一看书中 在28课 134页的第13行 134页的第13行 It took me over half an hour to get rid of him 这个花了我大概半个多小时时间 才把他甩掉 花了某人加人了 多长时间半个小时去做某事 to get rid of him 也是类似这个结构 但是这个主语都是事物 人做主语也行 人做主语也行 比如咱们回顾一下 在第5课中 咱们见过这句子 第30页的第9行 30页的第9行 The journalist immediately set out to obtain these important facts but he took long time to send them 这个记者立刻就开始搜集数据这个任务 但是他花了很长时间 才把这个数据发送出来 你看这是人做主义 他做主义 但后面也是花了很多时间 做某事在推动 结构是类似的 单单这些平台花了一年多 16个月才建成 后面说了 About the surface of the water The towers rise to a height of nearly 700 feet 它的水平面之上 这两座高塔呢 高达700英尺这么高 都是非常巨大的这个建筑物了 这高达刚才说过 咱们再复习一下 叫做Rise to a height of 就要上升到了这么一个高度 就是我们说的高达了 有多高 这个在这里出现 其实在老版本的第三册里面也有 只不过新版本这颗没了 在老版本32开的 老版本的新根界三册 李老师当年上大学的一九九几年的时候 用的是老版本的新三册里面 老版本的新三册 第47课里面 叫Through the earth crust 里面有这么一个句子 这老版本第三册的47课 A tall steel tower rising to a height of nearly 200 feet will rest on the platform 跟本文中特别类似 他一座高高的钢塔 钢制的高塔 怎么样 高达将近200英尺左右的高塔 将会建立在平台之上 Rise on 搭在什么的上面 咱们以前见过的 Rising to在这 它不是畏动词 而是非畏动词 当后知正语修饰高塔 因为它是主动的 所以把Right和Rising就好了 这是一个变化 非畏动词 高达多少 你看表达别无二致 一模一样也是高达 他描述这个塔 他说这个塔是干嘛用的呢 后面再说 They support the cables from which the bridge has been suspended 他们这高塔支撑着 支撑着这些钢岚 cables 这钢岚又是干嘛用的呢 再加等于总句 from which the bridge has been suspended 这个大桥就是被挂在钢岚之上 就吊起这个桥 Be suspended from 咱们讲过是固定搭配 而且from 关系代词 把借词放到关系代词前面去 咱们在前面说过 就不丰富了 只不过这里 定义从句是个签套结构 翻译成中文时 当定义来翻译不好翻译 咱们说中文中 可以把大树变成竹子 定义从句 改成定的结构 逗号分开就行了 咱们可以翻译成 两座高塔支撑着钢岚 逗号 而钢岚有悬吊柱 这座大桥 这么翻译就好了 把中文改成竹子结 逗号分开 我们说了 Each of the four cables contains 24,108-lanes wire 他说每一根钢岚 这四根钢岚的每一根 都有26,108根钢丝拧到一块 这个wire就是电线或者钢丝钢条 2万多根钢丝拧成一个特别粗的钢岚 contain在这表示包含含有有什么什么组成 这个意思 这个使咱们回忆起来第13课 说有什么什么组成 尽管化妆服是有个白被单组成的 咱们还记不记得有什么组成 我们当时讲过四个表达 在本句中都能替换 第一个可以用consist of 这个是由26,108根钢丝所组成 consist of 主动 第三人单数加s 还有被动的 be made up of 还记得吧 还有被动的 be composed of 还记得吧 还有一个极物动词 comprise 第三人单数加个s comprise就好了 consist of be made up of be composed of comprise 带进去都可以 由什么什么组成 这是在13课 是我别害怕 这课中咱们讲过 看起来大家要好好复习 随着课程深入 复习越来越重要 否则前面知识忘了 后面难文章就不好看了 好 这why在这是钢丝的意思 特别注意一个词就是lens 不要读lens 舌根音 就拱上去发 a ing a ing 舌根拱上去 我们读一下 lens lens 这个声音不好把握 在中文中没有ing 这个声音 再来面 lens 本来表示长度 但在本文中 它是个量词 不是长度 它是一根 一截 一段 它以来描述细长的东西 那么一根 一截 这是个量词 用的时候 可以用 allens rope 一根绳子 allens pipe 一根管道 细长的管 allens wire 一根钢丝 或者一根电线 这个wire指钢丝 指电线都行 叫一根一截一段 这个生活中表示 类似的量词 特别特别多 我们可以多总结几个 比如先看以前说过的 一笔钱 a sum of money 多次见过 大家还有印象 一笔钱 还有我们说的 一块巧克力 食物客见过 a bar of chocolate chocolate 本身不可数 一块巧克力 一块肥皂 还记得吗 也是食物客 a bar of soap 或者a cake of soap 一块肥皂 刚讲过没多久 还有当时说 一片黄油 a slice of butter 叫一片黄油 slic 细的 薄薄的小片 黄油 butter 是不可数的 取一饭菜 多看几个 一个面包 我们知道bread 是不可数的 一个面包 可叫loaf bread 这个我们读一下中心词 loaf 尤其是长条状的 这个面包 叫一个面包 还有呢 一管牙膏 吃完得刷牙了 a tube toothpaste 牙膏本身不可数 加上管就可数了 我们读一下这次 tube tube 长管状的这么一个东西 叫一管牙膏 再比如说 一个蛋卷冰淇淋 ice cream 它不可数 但加量词 就后面再前面加 a cone of ice cream 一个蛋卷冰淇淋 这个cone是什么意思呢 cone 就是圆锥体的意思 蛋卷冰淇淋 在圆锥体里面 有着冰淇淋 我们再读一下中间词 cone cone 这也是加量词的 再比如说 一串葡萄 一把香蕉 大家可能还记得 叫a bench of grapes a bench of bananas 我们讲过a bench of 也可以表示一群人 一堵入一串 在一块 再读一下中间词 bench 再读一下端语 a bench of a bench of 叫一堵入一串 什么香蕉啊 葡萄在一块 指一群人也行 还有像我们说 一道闪电 a flash of lightning 或者a bolt of lightning 都行 flash 突然间一道强光 boot 长条状细长的东西 一道闪电 都行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a flash of lightning a bolt of lightning 一道闪电 闪电本身是不可数的 加上道 前面就可以加这个量词了 同样的我说一声雷 雷fender是不可数的 但雷一声 就可以加量词可数了 我们读一下这个端语 a peel of fender a peel of fender 这个peel 叫轰鸣声 不要跟果皮搞混了 如果苹果皮 陶的那个皮 p-e-e-l 这是peel 翻译一样 但意思不一样 轰鸣声 一声雷 一阵风 一阵风叫agust wind 叫一阵风 这个在18克就会碰到 我们再读一下这段语 agust wind agust wind 这是一阵风 风本身是不可数的 在一块窗玻璃 glass 表示玻璃不可数 表示玻璃杯可数 但是窗玻璃这一块可以加量词了 a pane of glas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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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pain 这个词叫窗格子 就是长方块的窗格子 叫一块窗玻璃 可以用的 一把鲜花 鲜花是可数的 但是可以叫板 这个词的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a bouquet of flowers a bouquet of flowers a bouquet of flowers 这个bouquet可以表示一板一束 尤其是花这个东西 一把鲜花等等等等 这是常见的 跟这个事物家数量的词 本文中一根一截一段 可以用lens 可以放在一块去